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现在呢 我很奇怪的就是说他们要把这个东西放到整个全年就是一直无休无止的让大家全部都去庆祝这个东西 而且他们把这个东西灌输到小孩脑子里面 那现在呢 洛杉矶联合学区 洛杉矶全世界都有名的大城市吧 那在美国呢 它这个洛杉矶的联合学区是规模仅次于纽约联合学区的全美第二大的联合学区 那这个洛杉矶联合学区他们做出一个什么决定呢 就是这个礼拜 就我们现在这个礼拜啊 你看节目的这个礼拜 2023年10月9号到13号 这个洛杉矶联合学区的小学生就开始了为期一周的庆祝LGBTQ的学校生活 也不知道到底是因为啥 也不知道到底是啥 反正就说了 就是我们这个礼拜我们就开始庆祝LGBTQ 学区说啥 学校就得听啥 老师就得怎么做 学生就得跟着一起庆祝 那学区说了 说这个要庆祝 怎么庆祝 对不对 洛杉矶的联合学区就给老师们发了一个教学指南 就说你在这一个礼拜你要教什么东西 它所有的课程编排 然后包括你所有的教材 他们都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而且这个是针对小学生的嘛 那你知道小学生不光是说写写画画什么什么的 他们有很多比如说像那个做活动啊 或者是让你什么涂颜色这些东西全部都准备好了哈 那这个指南就是正正好好设计好的这一个礼拜的课程还有活动 让最小五岁的孩子啊 让他们都要去找到自己特殊的身份 那么这一个礼拜呢 他们给起了一个名叫National Coming Out Day 全国出柜日 我不知道这是哪来的我从来没听说过你听说过吗 好像去年做的时候有做过这一集 好像是有点印象哈 全国出柜日 对然后就是一个老师在那边讲说 我现在跟大家讲 我是lesbian 然后然后什么 哦那一个我记得我记得 对然后所有的学生就说哦你好勇敢 然后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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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个老师他等于是教好像自然科学课的嘛 嗯然后他就是一一天八节课他就出柜了八次 然后每一每一个都是录然后就说到每一班的学生都跟大家讲 那去年呢是这个老师跟学生出柜哈说你看我多勇敢 你看我是跟你同性恋你看是吧 那今年呢他们就开始什么就是开始教小孩说你要出柜 他不是说我出柜给你看 他今年是跟小孩说说你要出柜啊 你要去探索你自己的这个案的内地你的身份到底是什么 所以我们今天就来看一下这个洛杉矶的联合学区啊 非常邪恶的学区 他为了洗脑小学生设计出来的课程到底有什么 就你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你小孩上完这个课之后 会不会真的就变成要出柜的那种人 会不会他在这一个礼拜里面他就什么 在老师的带领下在教材带领下 他就找到了什么不一样的自己哈 用心极其险恶 所以他们今天这个课程的内容 我们就一张一张来看 那希望呢在看的时候 大家很多时候会有很多情绪嘛 那希望今天看的时候 大家不仅是有这种痛心的情绪 更是能够比较仔细的去分析说 他们设计课程的手段 还有能够造成的影响是什么 以及我们知道这些事情的之后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我们要如何去影响身边的家长 如果你要是家长的话 那你看完了这集你要怎么做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 他们教学课程的内容大纲 到底有什么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这个PPT里面内容说的是什么 那他第一章呢在这里讲到 National Coming Out Day 就全国出归日嘛 下面放了一个拳头 然后有一些这个彩虹的这一个标志 那他之后呢在第二页这里面讲到说 说这个为什么要有一个这样的东西出来呢 说这个东西是为了帮助教育工作者 能够符合加州公平教育法 之前我们有采访过 Glendale的那个candidate Jordan Henry 那他有讲过就说学校很多时候推这个LGBQ 还有老师推这个LGBQ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他们说他们为了要符合 加州的一个公平教育法 但其实他们根本就不需要用这种方式嘛 其实只是一个借口而已 所以就去给小孩去灌输这些东西 那在这里呢也给这个老师们提供了 说你看我们这样一个指南 这样一个手册 你就会在里面找到说 这个有一个身份地图的活动 叫Identity Map Activity 他说这个东西是干嘛呢 是帮助学生能够批判性的 去思考你的身份 还有交叉性 就交叉性就是说你 这个好像社会性质 还有你的性别等等等等 就那些东西都弄在一起 一个很奇怪的图了 就是帮助你更了解你是谁 好像这样的一个东西啊 那这里面包含一些什么艺术项目啊 还有让学生写作呀 课堂讨论啊等等等等的 包括这里面他们有说 要求在这一个礼拜里面 每一天都有个Daily Quotes Daily Quotes就是 每一天都引用那种名人名言嘛 那你说我小时候的名人名言 我们学的那种名人名言 要不然就什么都府国礼拜呀 要不然就华盛顿呢 什么都就是真的名人 说出来的名言 最起码还有一些造就的成分哈 他们这里面的名人名言 全部都是什么 什么LGBQ活动家呀 然后什么历史上的什么 女同性恋 男同性恋 怎么怎么样 就是他们把这些人弄成一个 很了不起的英雄 但其实真的在历史上 就没什么人知道他们是谁 就像什么Ebron Candy啊 那些东西 那些人是不是 应该是吧 就是反正就是没什么名 就大家都不知道是谁的人了 但是只是因为他们是同性恋 或者是他们变性人 或者是他们有异装癖 然后结果就被捧成了是 对历史上产生影响很大的名人 但其实他们没有做什么 OK 那这里面呢 还有包括到最后 还要让学生宣誓 宣誓 宣誓 这个一会儿我们可以一起再看 他就说说这个 你如果要是小孩子 没太接触过这方面的话题 你刚才一进来 其实比较难进入 对不对 就是你要怎么跟小孩 开始讨论什么性别男女的问题 这会比较难 所以他在上面跟大家讲了 跟这个老师讲了 就说其实啊 说没有那么困难 我们可以从什么开始进入呢 说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可以让学生 先从讨论身份进入 就是他说的那个identity map 就是你用这样一个身份地图的方式 让大家能够更 就是达到最后的目的嘛 刚开始更容易进入LGBTQ这个话题 所以呢 他在这里就 大家可以看屏幕啊 这里画了一个图 对吧 他这个像一个彩虹图似的 一共从1到12 然后这里就讲什么 一号就是你的什么 那个种族民族 然后你的什么这个 gender identity 性别认同 对 我跟你讲不是 我接触这个词已经几年的时间 可是我到现在我还是会很confused 什么叫gender identity 一说到中文的时候 我都会有点奇怪 不知道要把它翻成什么 然后还有你看 第四个就是阶级嘛 就你的class 你是什么class 你是哪一个阶级的人 例如是language 你讲什么语言呢 你在美国 你是土生土长的美国人吗 你讲英语吗 还是你会讲其他的语言 第六个就是你的宗教是什么 反正他就是把人按照这个12点 他就给分开了 分开了之后呢 他就是大概让小孩画一个这种身份地图的这种东西 就是我是谁 然后这里面包含的有哪些都是我 然后我就怎么样 I don't know 如何实际操作 我还真的就是不是特别知道 但是他们应该如果要是教小学的老师 他们对这种identity map应该还是比较熟悉的东西 所以可以让小孩去画这种东西 就是慢慢引导他们嘛 那画完了之后呢 他就说在班机的那个墙上 你就做一个展览墙 就每个人画画的肯定都不一样了 对不对 什么你的种族都不一样 都不一样之后 你就把这个画就贴在墙上 你看他上面写了 Everyone is welcome 就是不管你是什么样的人 虽然我们有很多不同 但是你在这里你是受欢迎的 让大家都开始展示这个东西 展示了干啥呢 展示完了之后 他这里就说就留作业了 所以你都展示完了之后 他就让大家去参观每个人画的这个东西 参观完了之后 就让学生回答一些问题 然后最后呢再让学生参与一下课堂的讨论 那他这个问题就问得很奇怪的 很明显的就这种导向 就说我是谁 我今天呢从我的身份中了解到了什么 我学习到了什么 然后第二点就是说 今天我从我们班上某个人身上学到的新东西是什么 就比如说哦 我今天终于知道 原来Eason觉得他自己不是男生 Congress 然后就是这样 大概这样的东西 然后呢他还会问说 那你的身份跟你同学的身份 有哪些相同 有哪些不同 你看他这个时候 他其实就 其实开始 他本来说的是我们每个人都欢迎 但其实他就是在这里找不同嘛 就让每个人都知道 就是这个人他跟你就是不一样 其实我觉得 这样子的一个写功课方式 还有这样的一个回答方式 就是非常常见的 就是我不知道各位小时候有没有去上过那种课程 然后你是明明一个很无聊的topic 你根本没有话讲 然后呢 你但是你却要写一篇文章的那种东西 然后你就是为了写那篇文章 然后你编了一堆故事 然后编了一堆你自己从来就没有的想法 然后在那个里面 有啊 就小的时候我们被逼着写日记 你有被逼过吗 就明明一天什么都没发生 然后就一定要在里面写 好像写得很精彩 对 我有一个同学他写日记 他都被逼到什么程度你知道吗 他实在不知道写什么 他就写说 今天我们家飞进来一只大苍蝇 我好害怕好害怕 然后什么我叫妈妈打 然后妈妈打一下打一下什么 最后终于把他打死了 好开心 然后到了第二天的时候 我们家飞进来一只大蜜蜂 第三天我们家飞进来 就是每天家里飞进来的东西都不一样 就是为了完成作业啊 就是为了完成日记啊 老师有要求 说你这个日记你必须得写来 是说标新立印 那跟大家不一样 你不能写太平凡 所以就说那我们家今天就飞进来这个 飞进来那个 是吧 反正很奇怪的昆虫 都从他们家飞进去了 他妈妈很厉害 什么昆虫都打死了 然后你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你再加上鼓励 你就会被逼着贬出来一些 就是你会被逼着相信一些 你根本就没有的东西 对对对 你记得那个秦政国市长 秦政国这个 未来这个国会议员 他有一次跟我们讲 他说你要怎么样让别人 接受你的想法 就是你要让他一直说是 哦对 对对对 你是不是这个 很讨厌现在的治安 你是不是什么什么 然后你一直说 对对对对 然后你接下来 你就会慢慢的往那个方向 就是对对对 就一直对下去 对对对 那这个东西也是一样 你只要一直就说什么 哦我写了 你看你看全班同学 尽管你自己觉得 你是个正常的人 你觉得你是个 你是个男生 然后你就是个男生 然后天下只有一男一女的 这个东西 然后你全班在那个地方 然后就是一个女的 就说什么 哦我觉得我是个男生 然后 而且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出现 就是你不管说 我不知道大家 从小长到大的这样一个环境 我告诉你 我是 我不管到哪一个班级 不管我多大的时候 总是会有这样的人出来 就是他会 觉得好像自己特别特殊 然后他总是会 就是总会有这样的人 不知道为什么 不是因为他想要得到鼓励啊 因为现在如果这个 是被鼓励的东西 他说什么 哦我其实是个男生 然后老师就出来这样子 你好棒哦 你好勇敢 你怎么这么的成熟 啊我们要接纳他 他真的是个非常勇敢的人 你被一个小孩 被这个样子鼓励了之后 然后这样的人就会变越来越多 对 然后其他的人就会觉得说 哦其实我也觉得什么什么什么 我还不太确定说 我的信箱是什么 但是我觉得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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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开始自己编一堆 乱七八糟的故事 每一个人都在 把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事情 变得非常非常复杂 只是为了要取悦 老师跟身边的人而已 对而且我觉得这个还 就你这么一说还蛮可怕的 但是的确 在很小的时候 就是会这个样子 就比如说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 你不用很小 你现在其实也是一样 对我就说小孩了 就在小孩的群体里面 小孩群体里面比大人要单纯一些 那他们的话题也都比较有限 不像大人这样子 我上小学的时候 很多小孩只要一开始比 就开始比较 只要一个人说了什么 比如说我舅舅从美国给我带回来一支铅笔 一说这个 马上就小孩说了 我叔叔那天从英国给我带回来一个什么 然后说那我妈妈还去过新加坡 给我带回来一条牛仔铺 马上就开始了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小的时候 我对这种事情就好像还印象都比较深厚 我就说怎么这人都开始在那边比起来了 就一个什么 我舅舅我姑姑 然后只要有一个人开始这个 每个人大家就开始这个东西 所以就是其实他们都希望大家来关注自己 大家都希望就是把自己当成明星 然后大家都在那里鼓掌说你很棒 所以不难看见了 就是说只要有一个小孩 而且一定会有这样的小孩 站在说我就是怎么怎么样 然后我的家庭很支持我 只要有一个 你就基本上就是全盘大概三分之二的沦陷 剩下有三分之一的小孩就说 What's going on 到底在干什么 但是绝大多数小孩是接受 而且会沦陷的 对啊 那他接下来他还会问这些问题 就是专门 我觉得他们是抓到人性的弱点吧 所以他们都会问这种问题 你看他就问说 自我感觉良好 意味着什么 我怎么才能表达 我喜欢现在的自己 所以你就看 现在的什么LGB秀 你会碰到一群什么裸体的 男的跑去什么穿个丁度裤 在那边穿高鞋什么的 就是我要表达我喜欢我现在的自己 但是其实No one care 就是这样的你 你可以喜欢 但是别人根本就不在意 你是不是喜欢这样的你自己 然后你也不必要把自己搞得那么奇怪 让所有人都必须要接受你那个样子 而且我觉得这个他们使用的另外一个人性 常常被社会学常常用的东西 就是宣告 就是你在所有人的面前 像说结婚的人为什么你要在大众面前结婚 为什么你不能就是私底下 就是认真在那边 不是就两人今晚喝酒说 哎 这婚结了 对 不可以这个样子 为什么 因为你要在大众面前宣告 你只要在所有人的面前说 我是你谁谁 我是你谁谁 这个样子的话 你自己就会觉得说 我必须对我说出来的话负责 因为你是在大众面前说的 那这些人当这些小孩 他们可以心里在想说 我虽然是这个样子想 但是我只是为了取悦班上这群人而已 所以说我把说 我说我是个同性恋恋 我喜欢男生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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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类的东西讲出来之后 然后他们就会为了要去实行 他说出来的话 而去做那个样子的事情 例如他本来只是讲出来说 我为了这个班上怎样怎样 但是他就会觉得 其他人就会讲说 原来你是同性恋的 他就说 对啊我这是同性恋的 那你喜欢谁啊 就某个男生 反正就是当你越宣告的时候 你就会越往那个地方走 是不是谎话说了100次 自己就当真了 就这样 其实说不到100次 自己就当真了 那班里有同学出柜宣告 宣告完了之后 老师就说 你要为他感到自豪 然后你要为他鼓掌喝彩 因为他找到他真的新的身份等等等等 然后之后呢 他们就开始干嘛呢 他们就开始说来 让我们看看有哪些名人 他们也是LGBTQ 这个里面的 他在这里把名人都给你列出来了 礼拜一到礼拜五 我这一个礼拜不是上五天喝吗 这五天都给你列出来了 我们看看啊 这礼拜一谁啊 这礼拜一这个人 我还真不知道 Jazz Jenny 谁啊 就是那个变性的那个 然后他妈逼着他变性的那个 哦是他 小男孩 对 Jazz Jenny 对 然后你看他在这里 他就介绍嘛 说礼拜一是这个人 Jazz Jenny 他说他是一个这个美国的YouTube star 啊 OK 就自媒体明星嘛 算是 然后等等等等 就下面介绍他 就说他很棒 那这个介绍完这个人之后呢 这是属于明星效应吧 就是太好了 那介绍完这个明星效应之后呢 他就开始上课了 上课什么呢 就说要介绍性别的这个课程 那你都知道他性别就搞出来很多嘛 那什么那个Size Gender啊 什么你是男的女的 Transgender等等等等啊 就是开始介绍性别 再接下来他就有活动的时间 活动就Activity 他这个活动是什么呢 活动就是说给你两张纸 你两个图 就这都学完了之后 给你两个图 就开始让你画 画图就说你这个喜欢哪一件衣服呀 你挑一个你喜欢的衣服吧 然后你喜欢了之后 你就把它给圈上 然后你给它涂颜色 就开始挑你喜欢的衣服 那挑完了喜欢的衣服之后呢 然后又说 那就开始挑你喜欢的头发吧 看你喜欢什么样的头发呢 然后这样啊 然后他后来就开始说 就说其实你不管喜欢什么样的衣服 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头发 就男生如果挑个裙子 然后挑个变子 说这都很好 因为这都是你 然后你都应该要爱你自己 然后接下来他就给你看书了 这个书呢 在台湾也有出版 有人把它翻译成了中文 然后在台湾出版 中文名字叫做 胡立安是美人鱼 那这个里面讲的就是一个男生 穿着女生的衣服的一个故事 所以他刚才就让你挑衣服 挑头发 然后挑完衣服 挑完头发 他就开始给你讲个故事了 就让小男孩也可以穿裙子 然后其实他这个basically里面讲的就是Drag Queen的故事 就是一个男生有一装屁 一个小男孩 然后穿着大衣服走来走去等等等等 properties 还能没有 黄 anybody 我现在看有没有 原来 rare 如何 所以 可以 好 所以他这个就是一系列的 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礼拜五 每天都按照这个流程来 他有这个名人名言 就介绍这个名人 然后之后呢再介绍这个课程 然后呢还有书 就是这个样子 名人名言嘛 对不对 好那他这个名人名言的话 也给准备好了 从礼拜一到礼拜五 然后这个礼拜一这第一天是谁 是一个美国歌手 叫Dolly Parton 然后礼拜二呢是Barack Obama OK 对礼拜三就是那个Allen Page 那个女生变变性人的那样一个 做了胸部切除术的一个变变性人 明星 一个明星 对电影明星 所以呢 明人名言也给你准备好了 然后接下来呢 最后一个就是到了宣誓的部分 就是你要开始宣誓 那他要求你宣誓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要求你宣誓的内容就是说 你要用这个非常好的语言 就是非常平和的这种语言 当你跟那个所有的老师还有员工 还有你的同学还有这些同学的家人们 如果他们要是跟你不一样的话 你还是可以保持非常好的语气 跟他们去沟通 跟他们去讨论 那还有一点要宣誓的是什么 就是说这个在安全的情况下 你要挺身而出 就说如果是一个什么LGBTQ同学被欺负了吗 我觉得他是讲这样的情况下吗 然后他说你要做一个正直的人 如果你要是不做呢 他们就会向成年人寻求帮助 所以这个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讲的很好听的一个方式吧 你说挺身而出 还有各方面的 其实当我遇到同性恋 或是变性人的时候 我也遇过 那我挺身 基本上没有人会去瞧不起他们 没有 就是他们一天到晚说什么 自己被攻击各方面的 我基本上我没有看过 因为你说异性恋 然后看到那些人的话 异性恋就离得远远 连接近都不会想要接近 然后如果说真的是发生什么样的话 对我来说 为他们挺身而出 然后真正爱他们的方式 就是把事实告诉他们 就是跟他们说 你这个样子做 其实对你是很不健康的 你不应该去做变性手术 你应该要包容你自己 你应该要了解你自己 你应该要认识你自己 变性手术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 对我来说 这个样子是在帮助他们 这个样子是爱 我觉得乘数事实是爱的一部分 但是他们的爱不一样 他们的爱就是说你要成全他们 他们做什么事情 你都要鼓励 你都要百分之一百 然后在这个样子的情况下 如果说我跟一个人说出事实的话 那我就是在压迫别人 那别人如果看到我的话 看到我这个样子说的话 他们就有义务要来挺身而出的来攻击我 或者是找其他的人来攻击我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每一个人 你如果说你基督教你被拍到说什么 你跟一个变性人说 其实你不应该变性 其实你的小孩脑子没有问题 你需要的是耶稣 变性这个东西 只是小孩成长过程当中 他现在可能还不确定 他不太认识自己的情况下 然后他为了要得到别人的祝福 或者得到别人的鼓励 然后去做了一个行为而已 你如果这个样子讲的话 你就会被吊销你的教师执照 吊销你的医师执照 吊销你的所有执照 你就会失去工作各方面的 我觉得他们想要做的事情是这个样子 这就是他们的挺身而出的意思 Encourage and teach other to be allies 就是你要鼓励人 然后还有教导人 我们要站在一起 我们要是一个建立一个联盟 一个同盟的概念 而且这都是小学生耶 就是小到有的人五岁就上小学了嘛 那大就大到十岁 十一岁十二岁 就在整个小学里面 所以他们告诉小孩的是 这样的一个东西 中国以前有没有宣誓的一个东西 当然有啊 怎么会没有 那宣誓都是宣誓什么东西 我们热爱中国共产党 对 对 对 这就是我们宣誓的 对啊 你看他说这个 我在百度上查到哈 中国少年先锋队 就少先队了 入队宣誓 少先队一般都小学生嘛 刚才这里讲到说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 我在队旗下宣誓 我热爱中国共产党 热爱祖国 热爱人民 好好学习 好好锻炼 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力量 那当然入团也有入团的宣誓 然后入党也有入党宣誓 应该都不一样的 反正宣誓其实对一个人来讲 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事情 然后特别是在美国的情况下 在美国这样子的一个西方文化的情况下 很多有的时候 你其实在中国 在台湾啊 你宣誓什么什么 对他人讲没有特别大的意义的 但是你在神的 你在一个圣经前面 你在法院的话 你要把你手放在圣经上面 然后你要宣誓 在要当总统的时候 你就职的时候 你要把手放在圣经上面宣誓 然后你当州长 你要就职的时候 你都要宣誓 宣誓是一个人的一个承诺 在这个地方 等于说 我把我的承诺 告诉所有的人 我一定会这个样子做 当我没有这个样子做的时候 别人是可以定罪我的 这是一个人类文化当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 特殊的一个观点 因为其实你说出来什么东西 或许对别人来讲 没有这么重要 但是当别人说 你宣过誓 你发过誓 你在众人面前宣过誓的时候 这个东西就显得一个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要逼着所有的小孩 都必须说出这个样子的誓言 尽管你是基督徒 尽管你可能就是 家里不愿意去学这些东西 但是你必须要在这个东西上面宣誓 你可以老师之后可以说 你之前宣过誓 你还记得吗 你宣这个誓的话 你看你的圣经多怎样怎样 多不包容 你必须要放弃十字架 你必须要放弃救赎 各方面这个东西 你都可以用宣誓这个东西 来去做一个打压的动作吧 对 而且我觉得其实 这根本就不用打压 说实话了 你说在现在这个小学的学生 他们对于圣经的程度里面 其实不是很高的 你这个绝对是取决于家长的 如果你的家长不 真的没有把圣经 特别当成你生活中第一优先的事情 没有在家里面 有一期读经这样的时间 你不用想了 你的小孩送到学校 他一定会宣誓的 你说有几个小孩 看到这个宣誓的时候说 我不要宣誓 约等于零了 这个可能性 基本就大家都宣誓 哦那我也宣誓了 他根本他就不太会想到说 这个东西跟圣经 有没有冲突 如果家长没有教导的话 他们是不知道的 他们那种小学生 他读过的东西水平什么 大卫达格里亚呀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 耶稣出生啊 大卫达格里亚都是那种圣经童话故事 那你真的让他们用圣经分辨 圣经真理去分辨什么东西的话 非常困难 他们也不知道LGBTQ跟圣经 到底有什么关系 这种什么 那罪的东西 一般小学生来讲是不太知道的 所以如果家里没有教导 小学生没有办法去分辨这个东西 而且我相信 如果现在很多家长的孩子 还在公立学校的话 那我觉得这样基督徒的孩子 他是没有办法分辨的 因为一般如果是真的 说我作为父母 我是真的有责任 这样的基督徒早都把孩子 从公立学校拉出来 所以如果基督徒孩子 还在公立学校的 然后在洛杉矶联合学区的话 他这礼拜他就会选这个试 我不知道他这个试是 一天选医院 还是整个这一个礼拜 结束了到礼拜五会放学的时候 说那我们学完这一套课程 那你愿不愿意 那我们就一起来询试 到底是怎么样 我不知道 但是今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课程 而且它是公开的 你可以上网查到的 这就是非常危险 为什么 因为他们不会愿意让人 去公开查到这种东西 他们现在认为说 这种东西已经没有关系了 他们就是明摆着放在官网上 就说我们的课程 你都可以下载去看 我们的这个课程内容 如果大家要是去看的话 这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细节 各种各样课程 很可怕的 我没有时间今天说跟大家一起 把每一个都看完 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有感兴趣的话 你可以自己上网去搜索 你知道有时候学区里面 做一些很可怕的事情的话 他们是不要告诉你的 你家长去打电话 发一万问 问什么都没有用 人家就不说 就是这样 你问的时候 你说我孩子现在在学什么教材 就不告诉你 就是这样的 所以他们既然明摆着告诉你 那就代表说他们觉得没问题 他们就觉得说 家长也不在意 家长觉得这个事是好的 所以他们敢把这个东西公开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问题 我们会把这样子的新闻拿出来讨论 其实最主要就是希望 大家可以在乎 现在你自己孩子的教育 不只是这个样子 希望每一个人可以刚强地夺回 自己孩子的教育 或许你会觉得说 这个是加州而已 这个只是加州而已 你们加州的人都是神经病 但是说真的 这个样子的东西 你是会慢慢扩散到其他州 会慢慢扩散到世界各地 各位如果看到今天这个 这个presentation 然后这个他们的议程的时候 真的要自己想想看 你要怎么样去做 当我们每一次讨论这种 local这个东西的时候 大家不要觉得只是 我们要怎么样去骂左派 我们要想的是 我们要怎么样实际地去行动 然后实际地去操作 然后夺回我们孩子的教育圈 所以大家看到local的新闻的时候 其实才是应该更在意的 国会怎么样 川普怎么样 战争怎么样 对你的影响其实非常少 你如果要夺回美国的话 不是靠全国性层面的 而是靠你自己 还有你的家庭在做什么 好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你看完这样的教育之后 你又没有觉得说 这么可怕 课程表都放出来了 对吧 教师手术都放出来了 那你看完了之后 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都欢迎在下面给我们留言 那非常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今天的节目 我是弗丽莎 我是伊太 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拜拜 拜拜